《天才一瞬》 你好 在《搶奪方心喜自由》 和《天才一瞬》之後 你這次是第三次和《中英》合作 做了威尼斯商人 是 歡迎你 謝謝 其實我都知道你演技非常好 你最後奪得舞台劇獎的藍佩閣獎 然後很多朋友都說 你做一些另類的角色都做得非常好 例如《天才一瞬》 你和黃龍斌和Tony合演 做一個查理仔弱智的角色 和二形金剛做一個愛之病人 都做得很到肉 非常好 其實我都想知道 或者很多朋友都想知道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演技的心得 從來都沒有人問過我關於演技的心得 其實真的沒有心得 真的沒有心得 真的沒有心得 沒有的 其實真的 我想對於我來說 現在還是一個學習的階段 其實在學校的時候 老師教的東西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知道 還沒用得完 那 不要說心得 我只想 或者可以說我自己 譬如我拿著一個角色的時候 我會怎樣去分析 怎樣去想 怎樣去準備 或者 我是頗相信自己的意識 你自己一看到一個劇本 一看到一個角色 直覺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那 找那個想法 然後 讓自己覺得好玩 如果不是就會悶 就會悶 會悶 你自己都悶悶的話 觀眾怎麼會享受 譬如你剛才說的一些角色 甚至是弱智病 弱智的人士 又或者是愛知病的患者 其實 他們都是一湖沙沙的人 如果我一開始想 很悲悲 很慘 其實就沒有 沒有 就是 好像那個就是他們的生活 其實我覺得不是 嗯 我自己用的方法 就是除了用我的意識 其實我自己是會很 看很多別人的TV series 就是外國的TV series 因為我覺得他們很有趣的地方 其實也是電視劇 香港也有很多電視劇 是吧 但是他們寫的劇本 他們整個製作的scale 演員怎樣去演 又令到你很入信 那個是一個很好的input 就是 或者這麼簡單地說 我演戲的方式就是 希望可以不斷有input 現在在一起排戲 其實他們很多都比我更加有經驗 比我更加有條件的演員 他們每一個演員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去演 那我就會在這裡偷些 支持不同的合作 是其他的對手 在導演裡吸一些 看電視去吸一些 還有 我很喜歡去旅行 這個是我自己一個最大的input 因為 香港真的是很beasy 做也都很忙 你排完一個戲 立刻去排下一個戲 又或者是搭著一起去行 其實 真正 作為一個演員最需要的是 是一些思考的空間 我覺得 你做完一個演出 怎樣 累積回 想回之前怎樣做 又或者計劃下一個角色 下一個戲怎樣做的時候 我想這個空間是很重要的 所以 去旅行 每一天 令到自己有input 我會看報紙 那 我想這個就令到自己 繼續努力去學習成為一個 有多些input的演員的方式 明白 那接下來 威尼斯雙人 你會做一個角色 叫做朗士諾 她是shyelot 那個猶太人的仆人 是 後來她轉頭了基督徒的白山尼奧 其實她是一個怎樣的人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這個角色 朗士諾這個角色是一個仆人 剛才你這樣說 自己想找另一個新主人 因為她覺得shyelot 這個猶太人 對得她不夠好 不夠淺 就是這樣 讓她成功地找到她的新主人 就是由Tony飾演的白山尼奧 白山尼奧 在這個戲裡面 其實沙士比亞的戲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醜角 就是一些小醜的角色clang 那 朗士諾就是這個戲的clang 我想大家可能一聽到clang 可能已經會想 搞笑 氣氛 也是 開開心心 搞鬼鬼的一個角色 嗯 那你有什麼input 可以帶到這個角色入面 有趣的 其實這次排戲 我用了一個新的方法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 因為其實 Servant 又或者是一些低下階層 經常被人嚇 搞搞笑笑笑得有趣 傻傻的 傻傻的 傻傻的角色 其實我自己都演出過 那我自己都在想 啊 要演一個 類似的角色 我又不想是類似 那怎樣 make it interesting 開頭排的時候 我自己去買了很多玩具 是啊 什麼玩具 一些假的喇叭 在那邊都有 一些東西可以用來拼出來 就好像 一些小丑會做的東西 挖一些鈴鐺在身上 買支木銅頂 插在腰上 本來不試吹木銅頂 就是 今次我嘗試一下 用一些不同的道具 去刺激自己 在排戲的時候 這個角色的一些可能性 因為反正 首先 導演給我一個很大的空間 你玩吧 你試吧 你試吧 這樣 那我就玩去試 那 當然 那是一個試的過程 到現在已經在刁鑊的階段 有一些其實都會抽起的 但是 怎樣 用多些不同的道具去刺激自己 這是一個新的方法 那現在得出結論 是角色會有很多動作 就是用 不是 其實Shakespeare 是很講Lines 就是很講對白 語言 那 他是個Clown 他也有一個空間 除了用對白和語言 可以用多些身體去 表現去呈現這個角色 現在和導演一起走在這個方向 嗯嗯嗯 有很多動作的 有些 我又不可以說很多 有些 因為我們都知道 Shakespeare 剛才你所講的 有很多Lines 很多Lines 很靠對白和語言 那其實 你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困難 還有你有沒有遇到其他困難 這個一定是一個困難 每一個演員都遇到這個困難 就是Lines真的很難配 哇 又長 其實真的隔了一個多長的年代 而莎士比亞的戲本身 它又有它自己一個Language 那個 體系 在那裏 那變了 將它翻譯成中文廣東話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一個難的地方在那裏 所以其實我們反而已經做得很好 那 當我們要在背 找到一個Logic 各樣東西都是 都是不容易的 那你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怎樣解決 勤力一點 永遠都是張勤補絕的 會不會用其他方法去演繹 或者改變呢 有啊 其實在排行的過程 其實我們很希望可以盡量去忠於 沙士比亞的原著 我們真的這樣做 但到了一些情況的時候 如果是太過聞而聞的話 其實觀眾都很容易會 悶 悶 還有不知道你在說哪裏 我們去哪裏 我們很希望可以盡量保留 沙士比亞原著這個感覺 同時也希望觀眾可以跟到我們的戲 是怎樣走的 其中一個呢 因為我的角色就是比較低下階層 其實翻譯做功課的 其實他做他的準備 已經將我們分換了別類 譬如同一個字 就是阿爸 有些可能會叫阿爸 有些人可能會叫阿爸 我低下的解釋 我會叫老爸 用這些方式 都通過語言 去令觀眾更加明白到 我們是哪個階層的人 發生什麼事 做什麼 那你排這部戲的時候 其實對你自己現在 有什麼啟發呢 有什麼啟發呢 其實我 對自身 自身是嗎 其實如果你問我 我用演員的方式去答 就是一個開心的公司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如果要自身的看法就是 因為其實這一個公司 和我們上一次 我和你們排 天才一瞬 連續兩個表演 其實兩個公司 都是中英 這個大家庭排 我想就是 那種 大家一起 嘿 玩啊 享受 一起 warm up 一起 exercise build up team spirit 然後一起去 會互相給予意見 怎樣去做 互相去幫大家 我想這一點是 我一個很大的看法 那是為什麼 和中英這幾次的合作 都是一個很愉快的合作 就是因為 這個 buddy 的感覺 就算是後台 你們 全部人都是一起 盡量將這件事去做好它 我想 這是一個很大的得著 好 這次合作愉快 謝謝 謝謝你接受我們訪問